大家好 大家好 我常常在問我自己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 我到底做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或者我在做什麼 得不到答案 我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眼中的我 好像都不一樣 因為我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只 就順應我每天要過生活 呈現出來的我是誰 我是讀教育的 然後做幼稚園 就一路做到每年都在問自己 是不是適合當老師 但是我那時候的理想中 是一間圖書館 讓孩子放學回來 可以很快樂在裡面看書 我希望你在所有的世界裡面 有一個地方是沒有電腦的 然後我就把我所有 我自己所有的資產都去買書 一間至上兒童圖書館 我覺得這樣玩 對我來講生命才會有意義 當老師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每一個行業的人都應該告訴自己 在這個行業裡面我到底能夠 貢獻什麼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在做教育只是 但是我真的很埋頭苦幹的去做 然後也不管身體 兩次腎結石都是在帶團的時候 就腎結石發作 就在孩子的面前送醫 是因為他太累 我太累太緊張 但是緊張你也不能展現出來 你只是在心裡面承受很大的壓力 其實身體會影響情緒 我覺得不行再這樣 我覺得我不開心 我希望大啦啦的可以很開心自在的生活 那我覺得我要為我後半輩子負責任 因為以前我的教室裡面有餐廳有咖啡廳 我們有一個我自己做的小吧台 然後每天我希望孩子聞到的是咖啡香 所以以前我會帶孩子看電影 然後那時候只是偶爾就看到海鷗食堂嘛 然後看完喔 然後結束以後每個孩子喔 不約而頭轉過頭來說 老師那是你的咖啡館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心裡有點說 我想開一家咖啡館 40歲我在幹嘛 40歲對剛好遇到我生病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 這條路要不要繼續下去 可是我覺得拉扯我的還是感情問題 就是說你要嫁或不嫁 對 嫁了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就沒有我 後來決定不要 我要自己一個人 我想要自己一個人 來開店 我忘記年紀這件事情 然後每個人說你還以為你幾歲還可以這樣操嗎 然後我覺得就是想要做事啊 我覺得那個困難有點像調味料 你可能不小心把它調錯了 對 我覺得都是自找的 就調錯了倒掉嘛 味道夠不夠不夠 再加一點東西 啊就變好了 即使是遇到生死的問題都一樣 我覺得人生的道路就是一個選擇而已 沒有其他的 你要或不要而已啊 但是我的心很篤定告訴我 我是無懼的 今天好了 突然泡完茶就過去了 或者什麼 啊我就很開心 我還很開心 然後我一直想要再穿起我的箭道服 然後再繼續打箭 不打箭我會就當運動也好 嗯 對啊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吸引力吧 怎麼會說 我要開箭道 其實那只是一個名稱 不需要有一個那個修道場 身為女人我覺得 除了健康不要談話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性質的人 所以真的老天爺很眷顧我 我覺得要覺知你自己想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 努力就沒有錯 努力選擇你想要過的生活 對 幸福是 對 就現在在路上了 就已經幸福了 只要聞到細思可以 就是明天過世了都不會覺得遺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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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悶